距离一山镇百里外的田间里 桃儿 你看 一名大汉指着大树干上的一块印记 夜色浓重之下 也难为他们能够看得清楚 王允抠下了树干上的金豆子 火光下 金豆身上祥云土岸 隐隐可见 是世子留下的 王允握紧了金豆子 心里再次松了口气 确定世子没问题就好 桃儿 接下来该怎么办 原地休息 吃点东西养精蓄锐 明早再出发 听到休息 一行人也不着急了 来到不远的沟渠 开始洗漱 然后燃火烧水 拿饼子 在清晨的地狱里阳光落下来时 一山镇的守卫 还没开始换班的时候 古兰他们离开了暂休的林子 绕着一山镇的小道 离开了这里 透过马车的缝隙 望着漆黑的夜色 躺在马车中的向云锦 一时之间都没有睡意 随着对救命恩人的好感越来越深 他在考虑着 是不是把这个有意思的人 拐到云州自己的地盘去 有他照着 他也更能好好地养活儿子不是 不想留在郊城 身上的伤又不方便自己回去 想来想去 唯有把古兰拐过去 可该怎么说呢 毕竟他现在失忆了 躺在马车中的向云锦 心中很快有了想法 看来 是时候恢复一些记忆了 这一日 晚时后 似乎又想起什么的他 又拉着古兰 开始梳理脑海中 闪现出来的片段 古兰目光奇怪地看着他 眸底深处带着疑惑 很不明白 这家伙这几日到底怎么了 难道是准备坦白 不想再扮演失去记忆的 富家公子了 改为有权有势的 贵胄子弟了 一时之间 古兰还真是摸不透 这家伙是什么意思 想起这么多的片段 你就没有找到 具体的关于 你是谁的画面吗 虽然想起了不少 但是真的没有 关于我是谁的片段 不过直觉告诉我 我的身份应该不一般 所以古兰 如果你没有想好 具体在哪边落脚 倒不如跟着我一起去云州 云州是州府 各个方面 应该是各县府没法比的 而且我有直觉 我的记忆 应该很快就会恢复 只要找到家 我就有这个能力 安排你们落回云州 湘云紧铺垫了几日 终于开始进入正题了 古兰也终于明白 这家伙这几日 老拉着他 梳理片闪记忆的用意了 合着是在这儿等着呢 你确定能够让我们 都在云州城入祸 应该确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了